您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您现在的感觉 哪里不舒服 今天是这个 整个都不舒服 从这到这里 对已经很久了 我一样也不舒服 因为我搞体育的嘛 所以时间很长时间 就是一直是困扰我这个病痛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有时候一朝两 整晚上都睡不着 酸痛酸痛的这一片 两个都是串的 两边的背后都是 对这边好一些 这边很严重 就我现在都感觉痛 就这一片 整个这一片 整个刚才说的这一片 对吧 有多久 好几年了 说不清楚多久了 只要受风寒就会更痛 平常也有 平常也有 但不是一直痛下去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会痛 有时候尤其是受风寒的时候 风寒的时候 对对对 那是不是也是寒症 对啊 我们前几集都在介绍寒症 确实 这也属寒 所以如果能够帮他筋推松了 那再帮他热敷 效果绝对会更好 你有信心吗 有信心 好那张医师 那我也顺便把肩周炎再进一步 讲解给大家听一下 好的 好您刚刚我们讲的 如果这里痛或是上面痛 或是整个肩壁痛 它处理一定是后面 在后面处理痛 从后面刚下肌处理 刚下肌在这里 对对对 所以肩周炎一般一定要分 那如果是痛后面 它举起来是痛后面这一块 那很显然我们就要处理胸椎 那这位观众是这一边很痛 对不对 现在这一片都在痛 是整片 好 那这个这个的处理 很显然应该处理胸椎 对不对 很明确 那一般肩周炎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人就是在测试 他有些人来您面对镜头 他有些人是急起来会痛 有些人往外展会痛 有些人往后会痛 那这些痛虽然各种形式不一样 但如果你没有仔细问他痛在哪个部位 如果这样轻易去处理 你很可能就处理错误 万一他是处理在后面啊 那你又在后面推拿 那他铁定会发炎会更严重 那如果他是痛在前面 你去处理胸椎 虽然有效 但那个效果就不大 一定还是要从刚下肌 哦 刚下肌是这一块的 那个大开关啦 对对对 就是主导前面跟上面 甚至他还有一个功用 也就是我们举起来 那个腋下 腋下 腋下 还有旁边那个侧胸 腋下还有旁边侧胸 对对对对 主持人这一块很多女孩子 侧胸痛 对 他们以为胸部有问题 事实上也是这个筋奔紧 刚下肌那一块奔紧 对 如果你不知道侧胸痛 你很可能就会去找妇产科啊 甚至做一些 妇科做一些那个X光啊 X光片的检查 对对对 那这个是找不到答案 其实他还是属 经商所致 哦 是 好那这样一讲就比较全面了 是啊 我们是不是开始可以给救人物事 好那我们来 做一下处理 你现在最难过是这一块是吗 嗯 那还有哪里 腰 腰我都痛了好多年了 腰也现在正在痛吗 现在不是很痛 主要这个肩膀 最主要好 那我们就处理最主要 好 这个疼吗 疼 这里呢 嗯也痛 这里也痛 这里呢 嗯 嗯 这里是不是也痛 嗯 这个痛得很累 哦 这里痛得很厉害 好 我看看另外一边 这里痛吗 这里痛吗 好点 这里都还好 嗯 还好 这里是不是也 不不不不是痛 痒痒的 痒痒的 对 这一边痒痒的不疼 这一边呢 嗯 有不肉痛 这一边 那很显然她的痛 这一边最严重 她是痛在同侧 那我们上一集 有一个肺癌的女士 她痛就 她虽然痛这一边 但是是在对策找到 大家还记得吧 记得 所以这样来看 对策的痛 反而比较严重 同侧一般是不严重 比较不严重 但是即使不严重 你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她也是痛了好多年 还是没办法解决 那我们现在来帮她处理 那就是只有右边痛 左边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先处理 右边就好 这里都痛嘛 嗯 到这里还是痛的吗 嗯 痛 还是不是很 不是很痛 这里比较痛 对 嗯 这里应该很痛 嗯 这里疼是吧 嗯 这应该很痛 串 哦好像串 嗯 这边就完全不疼了 好 嗯 不疼的就不管 你的颈椎痛吗 就掉一只吗 脖子 很痛 脖子也在痛 嗯 你刚才按的这个点都痛 这痛 那平常这里不痛嘛 哦 不痛 好 这样就可以 好 您可以起来看看 好 好多 好很多 好很多 对 挺舒服的 就按得越痛 反正就感觉越舒服 越舒 按完以后就越舒服 对对对 越舒服就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右边比较厉害 是 你左边我看没有什么痛点 对对对 没错 好 谢谢 这个燜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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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